第二题 以之二次函数y等于-3x平方-12x-2 用配方法划为y等于a乘x-h的平方加k 则函数上移3在右移2之后的二次函数顶点为多少 原本一个二次函数y等于-3x平方-12x-2 我们把它划成二次函数的标准是 于是前两项先括号起来 先提出二次项的系数 所以-3提出来x平方加4x-2 我们把括号里面配成完全平方式 结果等于-3乘上x平方加4x加4 外面-2 括号里面4乘-3等于-12 所以前面减了12 后面加12 因此等于-3x加2的平方加10 所以原本顶点是x等于-2 y是10 这是原本二次函数的顶点 现在把函数上移3再右移2 函数向上移会改变y值 所以上移3因此y变成了10加3等于13 右移2会改变x值 所以x就等于-2加2等于0 所以这时候函数顶点变成了013 所以二次函数新的顶点是013 这个第二题 第三题 以至二次函数y等于-2x平方加4x加1 用配方法画为y等于a乘x-h的平方加k 使得函数左移2在下移3后 知二次函数图形的顶点为多少 原本二次函数y等于-2x平方加4x加1 我们先把函数画成标准式 因此前两项我们先括号起来 先提出二次项的系数 所以-2提出来 结果x平方-2x加1 因此括号里面配成完全平方式 等于-2乘上x平方-2x加1 这是完全平方式 外面加1 可是括号里面我们多了1乘-2 所以前面多了-2 因此后面加2 结果等于-2x-1的平方加3 因此二次函数的顶点变成 x等于1的时候y等于3 现在把函数向左移 向左移会改变x值 所以新的x 变成原本是1 左移2 所以减2 因此凸形顶点 x值变成-1 而下移会改变y值 所以下移3 因此y等于3 向下移 所以减3 因此等于0 水新的顶点是x等于-1 y等于0 水平移之后 新的二次函数 顶点是-1 0 这个第三题 1-2 2-1 2-1 2-2 4-5 7-8 9-9 9-8 9-9 9-8 9-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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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